自从RTX30系显卡发布后 相信不少玩家对它都是又爱又狠 但从厂商的不断耍猴 再到肩商的疯狂加价 也确实消磨了玩家们的热情 而作为忠实的等等党 其实已经在期待RTX40系的到来了 然而除了性能就有望翻倍以外 40系的发售时间预计推迟到了2023年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对绝大多数的玩家而言 原本以为三粒系显卡问世之后 就能给自己的老旧电脑升个之一 但万万没想到 在买好的CPU主板和内存之后 显卡却死活也买不着 空洞的机箱确实是略显寂寞 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老黄的有货不放 舰上的超级加倍 以及厂商的耍猴把戏等等 所以受限于此 不少玩家也一直使用着老旧显卡硬撑着 然而跟进Steam近日公布的硬件和软件调查报告来看 前面神卡GTX1060的占比 依旧是稳居第一 同时还呈现了增长0.93%的态势 看来主流显卡才是玩家们的最爱 老黄你好好看啊 至于让NVIDIA市值逼近5000亿大关的RTX30系虚空显卡 昨天前十都没有排进 所以30系显卡到底去哪了呢 这点不用多说了吧 也正因如此 30系显卡把众多等等党的耐心 小默的一干二进 所以只能开始期待40系显卡了 而有关40系显卡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此前的消息 据悉RTX40系显卡将会把制程工艺提升至台阶电的5纳米 并将其余AD102核心打造 架构代号为Ada Liveless 同时旗舰款的RTX4080 最后配备多达12个GPC图像处理器群 72个GPC纹理处理单元 以及144个M6处理器单元 浮点运算高达66T浮点 显存频率约为1.8GHz 除此之外其将内置多达18432个QDA核心 相比目前30系安培架构的GA102核心 多了大约71% 看得出来40系显卡又是性能翻倍 确实没跑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要想等到这张核弹显卡的公布 预计还需要1到2年 首先是由于目前台阶电的产能积压 以及半导体原料紧缺的缘故 原本定于今年年底公布的RTX40系显卡计划 直接被NVIDIA推迟到了2022年Q4季度 但日前NVIDIA的CFO在参加会议时明确表示 此前NVIDIA所公布的Grease服务器CPU 将于2023年正式上市 它不仅会用到ARM的新一代CPU架构 而且也会使用到NVIDIA下一代CPU架构 Ada Lovelace 换句话来说 Ada Lovelace架构最快将在2023年公布 而RTX40系显卡的最快公布时间 也将会在2022年Q4季度到2023年Q1季度之间 所以各位等等脑们 请继续再等待两年左右吧 毕竟都等这么久了 无非是再多等一会儿 但如果实在等不及 那可以优先考虑购买游戏主机 也或者继续等待原价的3D系显卡到来 也是未尝不可 那如果还想留意跟我们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rethorio 我们下期再见